債務上下問題目前是白宮和國會之間博弈的一個焦點 是上星期二的會談未取得實質進展 原定於上星期五的白宮會議又被推遲後 星期日拜登總統表示 對共和黨人就這個問題達成協議持樂觀態度 但在共和黨方面就不敢認為 CNBC報導說拜登星期日在特拉華州表示 我真的認為他們和我們都希望達成協議 我認為我們能做到 對此我保持樂觀 因為我是一個天生樂觀主義者 但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就不敢認為 他是星期一國會大廈外邊表示 我仍然認為我們之間的差距很大 在我看來他們還是不想達成協議 星期日的講話中 拜登將白宮和國會工作人員正在進行的會談稱為談判 CNBC說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操辭 因為此前拜登一直堅持 他不會就債務上限進行談判 拜登發表上述言論之前 原定於星期五在白宮舉行的債務上限問題會議 被推遲到星期二 與與會者除了由眾議長麥卡錫之外 還包括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 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弗杰里斯 參議院少數黨領袖墨漢內爾 白宮表示 將會談推遲三天 應該被視為談判取得進展的標誌 白宮發現任央皮艾爾星期五表示 在過去幾天的會談富有成效 但共和黨人不敢樂觀 中醫長麥卡錫星期日在談論這件事時提及白宮 他們似乎想被自己看下去 好像在開會 但他們沒有討論任何嚴肅的事情 麥卡錫在上星期二會議結束時就表示 會談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各方只是重新了各自立場 大軍同意在星期五重新開會 在此舉行工作人員級別的討論 CNBC說幾個月以來 民主黨人一直在抨擊眾議院共和黨人 大幅削減聯邦支出 以換取提高債務上限的提議 就在上星期四 拜登還指責眾議院共和黨人 挾持我們的經濟 拜登還表示 他計劃在這個星期遲時前往日本參加7個集團峰會 此前他表示 如果債務上限談判需要他留在華盛頓 他可以網上以虛擬會議的方式參加峰會 雖然麥卡錫並未批評總統在談判期間出國 但他建議雙方在這個星期尾之前 至少達成一項短期債務上限協議 以便國會在潛在最早違約日期6月1日前 能通過相關法案 他認為我們必須在這個星期前達成協議 並表示總統沒有認真對待他 會議 有詢單 請求看 記案 請求看 請求聲 請求看